右檔各位窮的視頻友大家好 封如老師我們看看在大盤這個小漲的過程當中 今天比大盤來的強勢的個股 是跟台積電供應鏈有關的 這當中包括了這個3583的星雲 大盤儘管這幾天出現了這種反彈走勢 星雲剛剛是一度的接近漲停板 在高檔相當的強勢 今天有出現轉牆在攻的 早上有看到了這個1560的中砂 中砂也是在這個月線附近尺碟之後再攻的 日K連紅 今天竄起來的還包括了設備股的遜德 像這種台積電大從龍 同時看到了盤面上在衝刺的 比大盤來的強的 是要小心說利多已經反應了 還是說趁著法說會前 他還有卡位的空間 我想如果針對於像這樣已經大漲的個股 像星雲的話大家可以發現 他其實是在12月下旬就開始進行轉牆 那麼在這一邊 儘管台積電要進行法說 我們也認為先進製程 相關的私程設備 不管是星雲或者是紅色度 我覺得都會非常好 但是已經大漲了 你看他波段這一段已經是從80元 漲到了最高115 星雲又接近前高 但沒有過 那昨天是出現了一個爆量的一個 下跌長黑之後 今天又能說往上攻 主要是因為大家看到 投信好像有開始在買點 所以又跑進來進行一個短期的一個買進 我比較會認為說已經大漲了 我都不建議追價 因為明天台積電不管說的好或說的不好 第一台積電的股價最近是不是已經先漲上來了 沒錯吧 第二個設備股的股價也領先上漲 而且漲的幅度還不小 台積電從季線這邊上來大約是10% 可是你如果仔細去看 3583的星雲上來是將近30% 那麼再加上其他的一個設備股 基本上我認為都是反彈的位階比較高的 這不是我操作的策略跟邏輯 我的一個操作策略邏輯一定是去找低檔強動部局的 不光說我前兩天跟大家在講的說 LED大家看到了像富彩投控在創高點 然後惠特在創新高 可是我跟大家講說 那我們先去找位階比較低的 大家比較容易做操作佈局 是2426的頂緣 我們在1月10號那天跟大家講 在季線附近 他又是跟富彩有合作 那他又跟這個惠特的 他又持有惠特的股票 所以應該會摩一只貴 從當天開始其實到今天也是算了短期的反彈高點 我會認為去買低階的 未階低的會比較有機會 那我再看到了今天的一個故事裡面 今天的股市的一個個股裡面 有一檔個股是連續兩天 都公到漲停是代號1519的華城 好 華城的代表是什麼概念 它代表的是中租跟宏基耀 看好未來電動裝的商機 所以他才去進行這個 這個所謂的產股的動作 那當然我們就看到了像今天 跟相關的車用的股票 也有在進行轉強 像3665的茂蓮KY 最近股價是連續第四天上漲 而投行也買了很多 那當然這個價格也比較高 比較不適合投資品去操作 但你可以從這個邏輯去看 是不是有人在低檔準備要去解放 充電裝的概念 像今天有一檔個股也非常強 6217的中碳聲 這也有充電槍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會覺得未來在整體市場裡面 電動車一定是一個長期趨勢 那我們要去佈局提前的話 可以考慮到 這個同時可以收回到電動車 車裝還有就是綠能題材的個股 這邊幫大家看到一家公司 是代號5328的華融 那首先我先跟大家講 華融主要是所謂的薄膜電容 現階段的薄膜電容是 電動車充電裝裡面很需要用的 一個被動元件 它最主要是具備有高壓 大家如果知道電池 你充電的過程裡面 你速度要越快 你電壓一定要非常強 所以它有一個好處 薄膜電容 耐高壓 低耗損 而且壽命長 現階段值已經大量的運用 在包括像車用 PCNP 航太醫療 太陽能電 發電還有電動車的充電裝 這個我認為 它已經在體質的改善下 股票 它其實是有獲利 因為很多的充電裝個股 如果大家去看的話 很多充電裝個股 它的今年的股價其實 漲了非常多 但是實際上 還沒有真實的獲利 但華融已經是進行了一個 體質改善 去年它就有 109年已經轉 轉圈的營 110年前三季 也是轉營109年的前三季 而且12月營收是月增29.3% 請大家注意 12月它是月增 而且年增26.1% 所以我會認為 這個長期來講 應該會相對有機會 而且股價位階 現在又是在相對低 如果說1519的華城 因為它的一個子公司 華城電能的一個充電裝的題材 讓它的股價連標兩根 那我覺得位階比較低的華融 這個位階這麼相對低 而且有獲利的狀況 我認為這個財政投資 用你去做長線的佈局 你比較會有機會 我認為如果 總是在去做追價 看到有一些大漲 你今天去追的 惠特 大家其實會比較辛苦 因為惠特現在創歷史新高之後 今天現在在壓回 從高點上來259 到現在是243 可是如果是位階相對低的 我們在說的這些個股 比方說242月的頂元 你的佈局操作 你就比較不會這麼緊張 那麼我看到今天的充電裝 我會跟大家來講 5368的華融 可以去做留意 峰老師 你剛好提到這個mini有一些族群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創高拉回的 就是剛剛您提到6706的惠特 惠特今天還看到了一個259塊的掛牌新高 昨天爆量 今天續工 結果目前為止呢 有一點開高走低 翻黑 目前在平盤附近 這種創高拉回 如果留了上影線的話 會不會短線上面有法人落跑的警訊呢 畢竟外資啦 投信啊 都是連續兩天在力挺惠特 mini有一滴這個族群 它有沒有需要減碼的動作呢 我認為只要爆量 通常爆量它並非高點 但爆量就表示在這邊是多空爭奪 可是以過去惠特 我們長期在觀察它的一個走勢 它通常爆量之後再建個短高 就會開始進行休息 而外資的操作其實 大家記得我跟大家報告過 外資只要它在買的時候沒有大漲 通常它不會出 那這一次它是在1月10號又大買了2622張 在隔天啊 它是買了4866 賣了4061 表示它已經開始在做差價 所以昨天的會特就已經震盪 那今天再創高 那已經交代完爆量杯高點 隔天再創短高之後 我認為外資今天邏輯上 我認為應該是一個大賣的情況 這是我的一個操作經驗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只要你是操作上面 你是地檔佈局的 你在它壓回的時候 你可以逢低的一個什麼 你可以這樣子 逢高的做獲利調節 往下回你就慢慢分批賣 因為畢竟你是買在低點 但是如果你是今天才要進場 那你短線你就會覺得很難受 我還是認為股票是低檔做佈局 那像今天已經飆上來的一個設備 我也不建議大家再去做追假 那今天我看到幾個比較 要提醒投資朋友的現象 就是我發現 近期元宇宙的概念股 壓回的速度非常快非常深 NFT的一個個股也是如此 還有就是低軌道衛星 這裡面我先跟大家再提醒幾檔個股 像元宇宙的2498的宏大電 這是我們很早以前跟大家報告過 那它的一個形態這邊是屬於一個三尊頭 跌破頸線位置 剛剛跌破 昨天第一天跌破季線 那我看了一下 現階段它的一個營收過率 並沒有大幅度的一個成長 儘管12月營收是月增24% 但還是屬於年減 那我看一下它109年 全年是虧了7.27 那麼110年 前三季是虧2.86 如果以它12月的營收來看 整季加起來 應該還是略遜於Q3的一個13億 那麼美股的一個存益 我認為應該是屬於虧損的一個狀態 現在市場上在修正本益比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說還在虧損的 我不建議大家去做佈局 那峰路老師我這邊操問一下 因為宏大電它的佈局模式 因為剛好它是跌破季線 那你每次跟大家講說 季線附軍是一個好買點 是不是也是要等到說 它重回季線的懷抱再說 我認為它這個情況是比較特別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創高是在11月中 11月中就創高之後 它連續性的在這邊盤整了三個月 但你繼續看它的一個營收 並沒有辦法帶動它的股價 儘管它11月跟12月營收是向上 但也是沒有辦法帶動它股價再繼續創高 而接下來就是進入到農曆的一個春節 那它的營收一定還會再進行什麼 小幅的一個衰退 那麼大的一個頸限位置 其實是在有幾個頸限的關鍵位置 11月29 然後還有就是所謂的一個12月14號 那它當然最近的一個季線位置 這個一個跌破 這形態上是呈現一個 三春頭的一個態勢 我會比較建議說如果真的喜歡 你應該等它站穩季線 再出量的時候可以去做佈局 不然的話 以它現階段市場上的一個看法 相對比較保守 那另外的話 像NFT乾淨股最近回得很快 那8450的霹靂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1月幾號爆巨量 流上一線的時候 已經連跌到 今天已經怎麼樣 已經從72.9就回到50.1 那重點是它也是虧損 那這個我覺得短線上面 都是已經要做避開的 那最後還有就像低軌道衛星 最近2314的台陽 那這個個股呢 是已經跌破季線 反彈到季線再跌破 現在已經在半年線附近 那我們仔細去看到它的是 講了低軌道衛星 講了一整年 109年全年虧4毛2 那股價在低檔 那沒話說 因為就是因為沒賺錢嘛 所以股價在低檔 但是110年 講了一整年的低軌道衛星 它也從20多塊錢的價格 漲到最高96.5 但是它全年度 以現階段來看 前三季還虧1.35 比前年虧的還多 12月營收是月減28% 年減31.3% 我會認為說像這樣的公司 短期之內 大家應該是以避開為主 畢竟營收一直沒有實現 基本面跟不上股價 那麼以現階段的價位來 減進跌破季線 這個是在12月中 跌破季線之後 來到半年線反彈 到季線 又沒辦法站穩 然後又開始持續下跌 我認為這一些都是 投資朋友你要先去留意到的 因為營收跟不上 那股價題材這邊的話 我會認為比較虛 那大家還是先去找位階比較低 那有獲利的公司 來去做底部的一個佈局 等到市場沉穩 信心回龍之後 那些個股長的幅度會比較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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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